今次跟大家介紹這本書叫做Don't Eat the Marshmallow Yet 先跟大家講一些基本的原理 因為整個理論是源自在史丹福大學研究的 曾經找了一班小朋友想看這班小朋友 延遲享受對他們將來的成就 找了一班小朋友坐在一間班房裡 面前就放了棉花糖 我跟他們說 老師就出門口15分鐘 如果你們不吃這桌面棉花糖的話 老師就多獎一顆給你 經過了15分鐘 老師回來之後 發現當然棉花糖沒有這樣 有些人拿去吃掉 有些人忍了很久 見老師回來 還是算了 不拿字了 希望多拿一顆 諸如此類 原來發現這個Findings 挺有趣的 原來能夠延遲享受的人 將來很多都成為大公司的要員 有些做CEO 有些做律師 有些做會計師 但反而不能夠控制自己 反而即刻要及時享樂的人 很多都是做一個打工仔 中期一生都可能是混混惡惡 諸如此類 原來這個Findings 作者看完之後 原來對我們的工作 日常都是有好幫助 作者提出一個 令到我們反思的問題 其中一件事就是 如果我今天馬上給你100萬 或者我給你昨天金額的Double 那你會選哪樣 很多人都會選100萬 為甚麼呢 立即拿到100萬 但原來作者就算了數 如果我從今天給你昨天金額的Double 大家知不知道經過了30日 你的金錢有多少呢 5億幾 100萬和5億幾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距離 這個也是帶率說 如果延遲享樂 我們能夠得到的好處是甚麼 另外作者在書裏 舉了一個令到我發人心醒 令我想很多事情的故事 他就講了一個聖紅甘地的孫的例子 有一天聖紅甘地的孫 就走了去和他爸爸 探望他爸爸 他爸爸就有車子拿去製造 然後跟兒子說 車子拿去車房製造 你6時無論如何把車子駕回家 接著就隔一會 兩三個小時 車房的人就叫他兒子 先生先生 車子已經製造好了 你現在立即可以製造 兒子看到 這麼大的車子製造好了 還有四五個小時空檔時間 他去哪裏呢 他就到處去玩 這裏去那裏去那裏去 去完之後回到家裏 七點鐘 他爸爸問他去哪裏呢 兒子就跟爸爸說 沒有啊 剛才師傅手腳很慢 做了這麼久都找不到問題在哪裏 搞了很久才搞到啊 其實兒子就不知道 這裏老爸呢 神早就擔心他 所以呢 五點多鐘 打去車房問 車房的老闆 跟他說 車子已經製造好了 你的兒子 神早已經炸走了 但他老爸沒有說任何事 然後呢 他就跟兒子說 不如這樣啦 嗯 我不坐車了 接下來那麼多天 你坐吧 我養兒子 養了二十多年 但問題是 我都得不到他的信任 我這個做老爸的 真的很值得反省 他就跟兒子說 不如這樣 你先駕車去酒樓吧 我自己慢慢走去 兒子就堅持不好 陪了老爸走五個過程 走到酒樓 兒子內心跟自己說 唉 我以後都不可以跟任何人說謊 這個故事 挺有趣的 因為呢 這個爸爸 他就不是用一個 立即摘慢兒子的方式 不是啊 我查到原來你是騙我的 他不是 他是用一個叫 棉花糖的法則做些什麼 他按著自己的路火 用另一個方式 令到小朋友 頓悟了道理 以後就不會再說謊 書裏面都盛載很多道理 但這些道理好像棉花糖 軟綿綿綿綿綿綿綿 令到你很享受 很舒服 其實這本書 我愈看愈開心愈過人 因為我已經看了兩次了 我發現原來 裏面有很多故事 令到我們想起 平時我們怎樣用錢 怎樣去做人 怎樣對身邊的朋友 誠意和大家推薦這本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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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